各位舒服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婷 欢迎再度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很开心 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 很多人都说 说到了教育 以前三四十年前 我们受教的时候 跟现在可能老师在教导学生的时候 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社会的进步 再加上小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手机啊 BB code什么都没有 现在呢 小孩子的接收到的讯息好多好多 所以除了学校的知识之外 他可能会透过各种的管道当中 学习一些不同的知识 所以老师真的是越来越需要多费心思了 但今天呢 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呢 完全不像老师的老师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外表看起来就是好年轻哦 真的可以跟学生打成一片 而他呢 其实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学科老师 他是在资源班当老师 出了一本书 亲子天下所出版的 不普通的普通小孩 杨元安 杨阳老师 老师你好 哈喽主持人你好 老师我们先来谈谈 你是国立清华大学特殊教育学系 辅导专长对不对啊 现在是在台北市的一个小学 在资源班 对 先来谈谈 呃 你怎么会去念清华大学特殊教育系 是正好考试考到了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呢 嗯我自己跟特教有两段因缘 就是在国小12岁的六年级的时候 我有去资源班当志工 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 别校的一个特教班的孩子 是他跟我一样12岁 可是他坐在轮椅上 然后歪着头流着口水 不能动 然后甚至说不出话 脑性麻痹 对 然后只能发出一点点声音 然后那时候我就流下泪水 那老师们看到我哭了 以为是我吓到了 但后来想一想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都是12岁 可是我们的世界却截然不同 那我所认知的世界是这么渺小 所以那时候也被触动了 所以流下眼泪 那是第一次跟特教有因缘 12岁印象就这么深刻 对 然后第二次是高中的时候 在带梅雨夏令营 那那时候有一个孩子叫William 他那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背台词啊 然后准备到最后一天的 才艺表演戏剧演出 然后好不容易苦撑到最后一天之后 就那天表演的时候 他就突然 因为台下都是家长都是观众 然后他就紧张到忘词了 对 然后他爸爸就觉得 儿子让他丢脸 然后就站起来奔而起身离行 对 然后那个孩子就愣在场上 然后我就赶快跑过去 小宝过去跟他讲说 我们都知道平常你是很努力的 那你只要拿出平常的表现 你就是最棒的 然后他才猛然回过神 然后才把剩下的台词背完 然后下台去供这样 嗯嗯嗯 然后那次第二次我跟特教有姻缘 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心里面想为特教的孩子做些什么 甚至好像我有些能力是可以 我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那时候就蛮笃定说要当特教老师 所以 填大学志愿的时候就是非特教系不填 啊 你是非特教系不填 对吧 北台湾到南台湾所有特教系都填了 所以其实从12岁就订定了志愿 我觉得好难得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跟父亲去参观过 呃因为不能讲参观 就是拜访过 呃当时在桃园还有一个叫做国际儿童村 因为那个年代老师跟我还是有一点年纪的差距 那个年代当中可能有一些些孩子们他在家里头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 所以会再有一个这个团体的照顾 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得到太好的照顾哦 所以我都觉得哇这个父母也辛苦 孩子也辛苦 然后当时真的没有这么多的管道 那现在在全台湾来说其实都有各个地方都有所谓的资源班哦 那很多人就要问啊资源班 呃怎么样呃才的孩子才会进资源班 因为呃前一阵子有一个网红 我们之前有谈过就说啊什么 呃有人说进资源班有的就很沮丧说啊我什么资源回收啊等等 就是等于是嘲笑人家 其实资源班的孩子他是各种不同的状况对不对 身心不同的状况 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嗯 资源班的孩子大多是就是可能在学科方面 或者交友方面或者情绪控管方面 比较有些困难的孩子 那我自己心里面是觉得每个人其实都独一无二的 所以并没有一刀去切分说明明确的切分 其实这些是一般学生这些是特殊学生 而是只要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他们有所困难 那我们就会给予他特教的身份 然后让他可以接受特教的服务 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去跑一个流程 可能有一个特教的身份 那有的孩子他是可以在现有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所以他可能可以在自己的本班上课 但是他可能数学或其他的某一些东西 就会到资源班去上课 他可能比较这种应该是说他偏嘛 就是他有一些就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现在教育都是要每一个科都很好 但是其实你看学艺术的孩子 很多也就是有一些特别好 有一些特别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普通班上课 然后比如说过于数学不好 那就过于数学的时段来我这边上课 那比如说他可能是教朋友方面啊 或是情绪方面比较不好的话 他就是学科都会在普通班上课 可能早自习跟午休过来我这边加强这样 那这样子对于学生来讲 他们是会有进步吗 比如说可能我会想到两个状况 一个状况就是有些孩子不想去 他会说为什么只有班上只有我一个人去资源班 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会这样 那有的孩子可能会不会就说 我是不是就是不如人 或者我妈又带我去看求医啊 这样我是不是有一些状况 我是不是有生病所以我才要去资源班 会不会有这样的孩子的声音出现呢 两种孩子其实都有 那这时候资源班老师的工作就很重要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会用桌游啊或者一些有趣的活动 来引发他们的兴趣跟他们建立关系 所以其实他们到后期都会蛮喜欢资源班 而且就觉得资源班是只有我可以去 反而不会说啊啊只有我也要去 然后甚至还有孩子是喜欢资源班到 就是带他朋友来参观资源班 然后他的朋友还问我说 呀老师我要怎么样才能进资源班 我也好想念资源班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哦我们要进来很难哦 我们要考试了 而且我们那考试是非常难的 还这样子跟孩子讲 所以其实老师是有魔力有魔法的 就是让孩子能够在资源班当中 能够放松心情在学习 因为我看过一些话嘛 就是有讲到说每个人的时区都不一样 你不见得是说国小落后的时候 你国中落后你到高中大学你就不会有成就啊 每个人的成就都不同 对 杨阳老师也好特别啊 他除了从12岁就定定志向 要走这个特殊教育之外 其实你也是一个动漫迷 对我非常喜欢动漫 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 只是我们每次去工作或去上课时候 很少去跟老师聊 现在老师都有很年轻耶 你们平均起来国小老师应该30岁左右吧 是不是 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比我大一两轮 一两轮 对所以就是在学校同事之间 我比较没有跟同事变成朋友 但是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魔法的特色 因为孩子们很喜欢你 不普通的普通小孩 什么叫做不普通的普通小孩 你取这个书名你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我的孩子都是不普通的孩子 他们可能就是跟一般人比较不同 但他们其实内心都有想要融入大家的愿望 这一个部分就是跟大家一样 所以就是又是部分的普通小孩 是因为老师上一次给了我一个 他从他手机给我看了一些图形 他教我说你看看那是什么 然后我看的那些东西都是分散的 就是不算一个完整的东西 但我也近看远看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杨老师好棒 他就是告诉我说你看哦 连你都看不出这个图形 有些人看得出来嘛 就表示可能有一些资源班的孩子 他在阅读的时候 或说他在理解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拼凑的 也就是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懂 他其实就是不懂 我那个游戏其实就是在模拟学战孩子的视角 让玩家可以去感同身受一下 他们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们看到世界其实字体 不是字体而是零散的部件啊 不熟 那可能有旋转过 上下颠倒过或左右翻转过 这样子的心态 去让玩家去体验 像其实有的孩子被发现的时候 可能有比较特殊的孩子 就是他会说妈妈妈妈 我今天考29分 就是92分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发现 他也就是反的读 或说你刚讲镜像的问题 他字会写着反的 对 写反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 那在这书上当中有好多的案例 但是我觉得你都是用一种 正向的角度 云朵啦 口香糖啦 什么什么花啦 花了一点心思在命名 因为我觉得如果用他们的障碍类别 就比如说 哦这个学上孩子 哦这个自闭孩子 这样好像有点太标签化了 我反而觉得 他们的个人特色是更值得被看见了 所以就是用他们的特色去命名 其实有一篇还蛮令我感动的 就是特殊的孩子 其实不见得是家长 会全力的支持 那有的可能是单亲 有的是家长他已经疲于奔命 在为生活打拼 他真的也没有办法 那有的可能就是缺乏家长的疼爱 或者说一个家里头五个孩子 他特别的就是有一些些的小小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家长就会特别的疼爱他嘛 那另外四个小孩就觉得不平衡嘛 那有些就是没办法 因为太多孩子 像你写的那个云朵男孩 他其实需要就是妈妈的爱 对 嗯 然后他可是妈妈从小就离开他了 那他常常就会觉得很自责 或自我质疑说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所以妈妈才不要他的 嗯 那你是怎么样打开他心房 你是看他的记录 知道妈妈不在身边吗 他都是奶奶带大的是不是 是奶奶跟姑姑 那我们跟家人就会聊 那自己本身在学校 只要有人讲到母亲 他就会从云朵变成乌云 嗯 就会立刻就是打雷啊 闪电啊 风暴这样 你好 你好会形容 你把他取成云朵 他本来是云朵 然后后来说到妈妈这个字 就变成乌云了 对他本来就很文枝彬彬很温柔的小男孩 嗯嗯 对那后来我是带他看绘本爱心树 那爱心树是 呃 故事讲有一个男孩就是本来跟他爱心树很好 但因为长大了就渐渐离开爱心树 可是每当这个男孩有需要的时候都会回来跟这个树梭去 比如说树干树枝苹果之类的 嗯 可是直到有一天男孩老了再也走不动了 嗯 他就回到这个爱心树身边 然后跟他待在一起直到永远 嗯 那读完那个绘本之后 运动男孩就跑来跟我说 嗯 他觉得好像有可能他妈妈离开他 嗯 不是因为他不好 而是因为妈妈有自己的人生需要去面对 嗯 就好像那故事中的男孩一样 他离开爱心树不是因为爱心树不好 嗯 而是因为男孩有更 目前有更重要的人生课题要去面对 嗯 所以不见得是因为不爱云朵男孩 嗯 对他就这样的年纪 云朵男孩是几年级啊 诶那时候叫我高年级 高年级 嗯 我觉得你用一个绘本让他来感受 而不是你跟他说说一大堆 嗯 不如用个绘本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孩子要去体会 或者他自己要去决定 或他想要改变 嗯 才才会变 嗯 对不对 我们只能在旁边辅导他 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还是要等待 在旁边等待他 嗯 后来云朵男孩的奶奶也去世了 对他奶奶也去世了 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姑姑照顾云朵男孩 那姑姑当然也很伤心 因为奶奶就是姑姑的妈妈 嗯 对 然后他们就一起来我的教室里面 然后一样是用一个绘本来带他们 嗯 那那个绘本叫做云上阿里 嗯 对那只小羊就过世了 然后离开妈妈身边 但他就是最后就是妈妈想去跟那个小羊的约定 然后织了一件毛衣给小羊 嗯 那小羊本来大部分的灵魂在过河之后 身上的身外之物都会脱落 嗯 然后会成为天使 可是当妈妈治好那件毛衣 小羊度过河之后 他身上的毛衣却没有消失 嗯 这时候我就就有孩子问说 为什么其他人的零食啊 音乐器啊都不见 都消失了 对 可是小羊身上的妈妈治好毛衣却还在 嗯 然后反而是运动男孩回答说 嗯 因为只有爱是可以穿越时空超越死亡永远存在的 哇 所以他是一个很感性的孩子 所以高敏感 然后呢 没有信心 觉得他缺乏了妈妈的爱 嗯 但是给了他各方面的帮助之后 他其实是可以了解的 对他其实对自己的内心面对的蛮深的 嗯 所以他才会 看了绘本之后可以有这样的连结 老师你真的很厉害用绘本哦 但在你辅导过的孩子当中 有没有就是很难打开心法的 很难打开心法 很难跟他对话的 当然我不知道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就是 比较难对话 嗯 但有的孩子会不会是比较封闭自己 或者他可能曾经在碰到你之前也受过伤 他觉得信任这个东西是困难的 嗯 我遇到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跟我建立关系 但有一个状况是我觉得比较棘手的 是家长如果很排斥资源班的话 他可能会对这些孩子说 他上去上资源班不好啊 那边老师不好之类的话 其实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世界 所以当家长对孩子说了这些话之后 孩子对资源班的影响其实也不好 就算他在资源班才感觉到 自己学习得到东西觉得很快乐 他还是会觉得很困惑 可是我妈妈爸爸妈妈说这边不好 好挣扎喔 在资源班上课觉得好开心 可是回去妈妈说你可以啦 进步了为什么要去资源班 你就在普通班就好啦 资源班有什么好呢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沟通也很重要 但毕竟孩子现在还是归父母管嘛 那学校只能建议说 可能你的孩子可能要去资源班会比较好 但决定权是不是还是父母亲 还是在家长身上 所以你还要去跟家长沟通 我们就是尽量沟通说 这个孩子需要特殊教育的服务 那希望他可以成长的一路很顺遂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给他这样的服务 就不知道妈妈用不愿意让我们可以服务他 老师还会用角色扮演 因为有时候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应该要让他们 你想你应该要让他们知道就是说 当老师也是也要有耐心 不然你当老师我当你 这个方法是有用的 有在金鱼男孩那片里面就有讲到说 我跟金鱼男孩互换角色 金鱼男孩只有七分钟的记忆 七秒钟的记忆 就是他有时候老师跟他讲完他就忘了 讲着身就忘记了 他说要关门喔 他说好 然后从我座位走到门那边就忘记了 所以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注意力缺失吗 他有智能方面的不足 后来就跟他玩角色扮演 我演他他演我 他就很要管秩序 然后说坐下来我要念个题目啰 然后我就开始站起来唱歌啊 然后说我要玩平板啊 然后满场跑啊这样子 那他最后就说好累喔 不要交了 老师我给你换回来了 那我就开玩笑跟他讲说 这样你知道老师平常有多辛苦了吧 你要乖一点 所以上课的时候其他的孩子 自愿班小孩会一起上课吗 还是一被一的上课 通常会是三个 三个孩子 就是整个年级的可能学长孩子集合过来 这样可能就是大概三个 好 整个年级可能是学长 那有一些是自闭症的孩子 那有的是可能情绪行为的障碍的孩子 那你的个案当中 其实你都要做记录耶 看看他们开学到结束中间 会不会有一些些的进步 我看到你也跟孩子的约定 比如有孩子就是在 情绪上头有一些困扰 你就会跟他讲说 你要先做一些深呼吸 然后如果你做到的话 你起码不要当场发火 你来找杨阳老师 杨阳老师就会给你一个机会 对对对对 会给他那个劝劝 就是可以让他 比如说你这次没有发脾气 帮他老师一个忙 下次换老师教你桌游 这样 对换券 嗯 这个很有用 对 对他很有用 这个是你设计出来的方法吗 有没有这些方法 有的对孩子都没用的 嗯 我千长百事总会试到一个是比较有效的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来谈谈那个长发女孩啊 刚刚都讲到男孩 鲸鱼男孩 本来刚刚想讲七层次的男孩 但我们先讲长发女孩 好 长发女孩看起来不错啊 头发长长的好漂亮啊 嗯 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辅导的地方呢 他跟人的界限有点不清楚 就是他可能会因为太过于跟你亲近 所以会做一些比较冒犯的举动 嗯 或者是讲话比较 嗯 像有一次我跟他说 诶对朋友要和善哦 对人要友善 他就说老师你又不是人 这样 在讲这样的话 嗯 所以就后来就有 他觉得你是老师不是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 他就只是想要回嘴这句话 因为他在跟同学打闹 但同学明明不喜欢 我就说你对人要友善 嗯 那可能听得出来我在叮咛他 所以他就说 哦 没关系啊 反正他不是人 或者是老师你不是人 哦 他不是人 那这样同学会觉得就 他就没有朋友 他交友上头 就会有一些状况 对对 有些方面就有一些困难 嗯 所以后来就带他做了一个活动 是 就是一个 宝特瓶装水 嗯 然后说宝特瓶还没有破掉的时候 装 装得下你们给的爱 可是你们每次都会做 你每次都会做 你每次都会做些上台老师的事情 就像拿大头针 戳那个宝特瓶 就在宝特瓶上面戳洞 嗯 对然后我就 就是让他自己去想 自己做什么伤害他人的事情 然后让他自己戳洞 嗯 那戳了后最后面 就看到那宝贺瓶就烂烂 就有点触目惊心 嗯 我再把水倒进去跟他说 你看现在水全部流出来了 就好像 我们的心都已经破碎了 没有办法再装得下你给的爱了 嗯 你希望我们变成这样 嗯 对那那个视觉效果就很冲击 嗯 那他就感受得到 啊别人真的受伤了 嗯 所以有时候用说的 因为有的孩子是视觉型的 嗯 有的是画 图画对不对 影像型的 所以你是用这样的一个道具 然后让他知道 这些都是我们给你的爱 嗯 嗯 你讲了一句伤人的话 就像大头针刺掉一下 就留了一点 整个东西千疮百疤 对 嗯 但这个要改变 并不是只有一次 嗯 因为他的习惯性就这样子 对 你就要不断的提醒他 嗯 就是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 所以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 嗯 那他他有慢慢的改变吗 他有慢慢的改变 次数有少一点吗 有有有 他到毕业之后 几乎就不会再这么的呛 然后再这么伤人 嗯 嗯 所以 呃老师您在这个 呃文章当中 讲到好多的个案吗 嗯 那你觉得 身为父母亲的我们 或者是听众朋友 如果碰到孩子是这样的话 他要怎么样去寻求帮助 因为 总不能把孩子 就丢到学校去不管啊 就是老师在管 因为 这个 二十四小时 你还是有一些时间在家里头 家长要配合嘛 嗯 嗯 嗯 我觉得家长跟老师之间的沟通 要很良好 嗯 然后尽量是双方都 对孩子一致的策略 会比较有效 嗯 嗯 好 那接着谈谈 因为现在孩子啊 有那种青少年忧郁 或者是 现在我看过 根据统计 有的孩子 小学生 就有忧郁的倾向 而且越来越严重 有 在你的个案当中 也有一些忧郁的状况 对不对 有一个蒲公英女孩 就是这样子的孩子 嗯嗯嗯 对他容易对他人的 呃 行为有负面的解读 嗯 比如说别人只是看他一眼 他就觉得哦 别人在瞧不起我 那就趴在桌上哭一整节 他会哭哦 对 他不会反击 不会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我分饼干 每个人都有分 他可能某一天就突然想到 就说 老师你那天没有分饼饼干 对 就是他也会有一点 篡改记忆的痕迹在里面 比较互相的解读 嗯 对然后那时候 诶 我就叫他很多正念啊 转念啊 就是好像都没有看到效果 嗯 对后来我就去翻书去研究 然后发现 从生理上先去改变 也是 生理 就比如说 他觉得这个环境是 让他紧张的 嗯 那我就请他到我教室之后 先去帮我点精油 嗯 那那个精油是柠檬味道的 闻了就会 心情就会豁然开了 嗯 他就比较没有那么焦虑 诶你教室里头教具很多 还有道具也很多 对需要 需要这么多道具 嗯 或者是教他一些穴道按摩的方法 可以舒缓的 嗯 然后那时候也有教他瑜伽 嗯 然后也有改变 就我们不是通常会发礼物 小小东西给小朋友 那让增强他们 鼓励他们的好行为 嗯 那我就把那个 改的东西变成 比如说杏仁啊 气死啊 这些 吃饿就会让心情 身体分泌一些激素 心情比较好的东西 嗯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台湾 就是说你到了资源班之后 你到了国中 其实国中也有一些资源班 嗯 呃 所以这一班老师都会一试再试 一试再试 不断的试嘛 试到他可以 到底是我们希望他要融 因为是融合教 要融入社会 嗯 还是说资源班的孩子们 要教他一个特长 就我觉得可能 家长们会很担心嘛 到了国中高中大学 他到底是要怎么办 嗯 我自己的话 会一开始帮学生调整环境 让他比较有自信心 比较能够融入之后 开始慢慢调高难度 就可能会 比如说他很不耐无聊 嗯 我可能一开始会找一些 比较有趣的事情和他做 等他渐渐好 长大一些之后 就会开始调整成 那我不能每次我提供 你要自己想 嗯 那再来就会变成说 有时候无聊是必须的 你看有时候老师工作 也觉得很无聊啊 你长大之后 一定也会面对这些情况 所以你可能要练习 面对无聊 就会渐渐调到难度 嗯 那在帮小朋友找赚场方面 方面是 因为我自己兴趣很多元 嗯 对我发现你真的很多元 对我就是喜欢 就是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就是想要学很多事情 嗯 不然只有工作多无聊啊 对 所以就是带小朋友一起 认识我喜欢的东西 然后看看他们 也没有兴趣在这边 然后也许就可以找到 他们的舞台 嗯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就是 他们有了这个 羊羊老师 一定觉得非常开心 所以会不会有人毕业 就说小学六年级 还要继续念 不想要到果仲吧 有有孩子这么说过 对对 不过后来毕业的孩子 就是大部分都跟我 还有联络 嗯 然后我最近一届 第一届毕业生 他们最近要高中毕业了 要出来找工作了 哦 嗯 那你任教也有很长的时间了 有一段 八年 看不出来 哈哈 这八年无怨无悔吗 清华大学 特殊教育学系毕业 就特别要为孩子 就是你的第一志愿就是这样子 对 这跟你想的一样吗 八年前进入这个学校 进入学校 然后到现在 嗯 我觉得跟自己预想的差不多 只是 还是会有劳累的时候 所以我自己的方法是 下班之后 绝对要跟上班做切割 下班之后就好好去享受自己的兴趣 为了保护我的职业寿命 哈哈哈 下班之后换另外一支手机 哈哈哈 我有听说过有人这么做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 每个地方都会有压力 尤其老师 老师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不管是国中国小老师都是这样子 尤其是导师 从早忙到晚 像我妈妈是老师 我就觉得说 奇怪她 小时候都觉得她在照顾别人的孩子 就是很早就出门 因为早自习对不对 然后接着 还要改作文 妈妈是国文老师等等 然后接下来还要辅导等等 就好忙喔 所以自己的生活 比较少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老师很棒 你就可以把生活跟工作区分开 然后因为有这样子有趣的生活 你才可以有动力 继续的 丰厚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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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老师要快乐 小孩才会快乐 先照顾好自己 才能照顾好别人 所以你觉得你还会在这个国小教育当中继续奋斗下去吗 我要先去念书了 你要去念书了 我明年开始会留职听信 下学期开始会留职听信 去念就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文学院所 嗯 嗯 文学 蛮喜欢也蛮喜欢文学的 是是是 好也休息一下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每个阶段都不同 当你再去体验了一下不同的领域当中 可能未来你又回来的时候 跟小朋友的对谈或说辅导的状况跟方式又不同了 好介绍这本书了 因为这本书当中呢 有好多好多的内容 不管是有些孩子他可能有偷窃的行为 那有些孩子呢 他自我怀疑 他有优越的倾向 甚至他有一些罕见疾病 嗯 他们怎么样的 透过杨阳老师 补导他们 让他们的生命 更 有 充满了希望 然后呢 能够慢慢的 走向比较 平顺的人生 介绍这本书 不普通的普通小孩 谢谢杨阳安 杨阳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